今日的訊息是如何留意到神的聲音和與祂對話 其實每一個重生的基督徒都一定有神的聲音 不過問題是有時是我們不自覺地收到神的聲音 有時是我們討告尋求神的時候收到神的聲音 不自覺地收到神的聲音是每一個基督徒都有的 首先我們看經文,神與所有基督徒神的兒女都有溝通 就是約翰福音十章二十七節 我的羊聽我的聲音,我也認識他們,他們也跟著我 就是每一個神的羊,每一個重生得救的人都會聽到耶穌的聲音 神也認識祂,與我們有關係,我們也跟著祂 另外的經文沒有打出來,就是約翰福音十六章八節 說到保衛斯聖靈,也叫我們為罪、為疑、為審判自己、責備自己 這是每一個基督徒都收到的聲音 就是當我們一信主,一重生得救 即時發覺一犯罪,是覺得不舒服的 犯罪的時候,覺得裡面有一種聲音提醒我們 有一個意念提醒我們 所以我們留意這個聲音,已經可以第一步進入聆聽神的聲音 我記得我自己初信主的時候 我還記得有些同學,我知道他們信耶穌 不過他們知道我在報道會信了主 都沒有邀請我回教會 或者邀請我回哪個教會 他們邀請我去報道會 但是報道會結束後,他們沒有跟進 不過我感謝主,那報道會是有銜售課程的 後來神就安排,我遇到一個同學 在巴士上見到 我就跟他說,你去哪裡 他說去教會 我就想了很久之後 我跟著你回去,可以嗎 就是這樣回教會 我也不記得我什麼時候 應該是還沒回教會之前 有一次我跟一個同學說 我說,不知為什麼我現在犯罪覺得不舒服 我自己裡面覺得不舒服 這個同學就解釋給我聽 他說這就是聖靈的工作 我來說是非常新的 其實當時來說 我當時不會很清楚認識聖靈是誰 不過我知道是從神而來的 只是知道是從神而來的 就是神的聲音 但是其實他什麼都沒有解釋 只是一句而已 其實他不太懂得跟進人 當我說到這件事的時候 如果有一個人跟我說 我犯罪覺得很不舒服 我當然會問他 你有什麼罪會覺得不舒服? 你內心有什麼感覺? 你會不會有動力去回應神? 你有沒有祈禱? 有沒有親近神? 我一定會了解他跟神的關係 但是當時這個同學 只是跟我說完這句之後 答完我之後 他就沒有再說下去了 這也是一個 凡是基督徒一定收到的聲音 就是聖靈提醒我們 關於我們的罪 叫我們知罪 所以我們就留意 聖靈提醒我們的聲音 另外很多時候 基督徒會收到的聲音 就是我們讀聖經的時候 聖靈會給我們意念 就是我們沒有搖書人 我們還生氣人 我們對人有憤怒 或者說一些不好的說話 一些閒話 聖靈會提醒我們的 或者聽到的時候 神會跟我們說說話 也有時候 當我們完全不是祈禱 在日常生活 忽然間叮一聲 有句說話說到 不要憂慮 或者搖書這個人 善待這個人 這些都是神跟我們說的 發出的聲音 那我們怎樣知道 這些是神的聲音 第一是合乎聖經 第二是我們不是這樣想 並且可能 我們在做相反的事情 其實我們是相反的 不是在做這些事情 我們沒有搖書人 我們還在生氣人的時候 我們就需要在神面 神就提醒我們 這個就是聖靈的聲音 為什麼呢? 因為明明我們還在生氣的人 那怎麼會有動力去搖書他呢? 那這個一定是聖靈而來的 所以我們就要學分辨 這裡有三個方格 神的聲音 人的聲音 和魔鬼的聲音 魔鬼的聲音 和人的聲音 人的聲音 都有正面的聲音 即是從神而來的 新聖情的聲音 也都有負面的聲音 因為人有時候的聲音 都會很負面的 即是說你都沒有用的 沒有人喜歡你了 不如死了他 即是會有這樣的聲音 那魔鬼的聲音 如何能夠容易分辨呢? 就像纏繞和控制那個人一樣 譬如你覺得那種聲音 在纏繞你 叫你自殺 你去打這個人 你去報復 是一種纏繞的聲音 控制你的 那這個很大可能 就是魔鬼的聲音 那自己裡面會有聲音 即是說 我還是生氣這個人 不喜歡這個人 那這些聲音 我們都留意到 我們就分辨到了 這個學習分辨 就會幫助我們 可以在以後的生活成長 聆聽神的聲音 有什麼益處呢? 首先在《以賽書30章20》 講到 他就說 主須以艱難給你當餅 以困苦給你當水 你的教師 卻不再隱藏 你眼必看見你的教師 這個講到 神會派一個教師來 不過這個眼 就不是指到普通眼 應該指到熟靈的眼睛 你會看到你的眼睛 而後面講的 就不是眼看到 是耳朵聽到 你說向左或向右 你會聽到後邊有聲音說 這是正路要行在其間 這就是講到聖靈的聲音 就是告訴我們 這條是正路 你要遵從神 做神所吩咐的事 這就是第一個益處 就是幫祂走在正路上 就是聖靈的聲音 幫祂走在正路上 也走在神的主義 進入神的主義 美好的主義 生命被提升 因為神的路一定是最好的 有時候人對於正路的看法 有些不同的看法 譬如老師教學生 你要聽話 但有時候學生喜歡 秘密地犯規 他有一種這樣的心 他覺得沒有被捉到 就沒有問題 但在神來說 就不是的 在神來說 如果我們不聽話 是每一個罪 都一定有一個後果 就會影響我們 跟神關係 跟人關係 和自己的內心世界 就是難了 我們得到神的祝福 所以當我們收到神的聲音 意念 或者就是聖經 聖經也是神的聲音 聖經的提醒 叫我們走在進入神的旨意 我們就聽神話 進入神的旨意 神一定會祝福我們 一定會提升我們 幫助我們進入這個計劃 第二個恩典 就是聖靈會帶領我們 當我們受迫迫的時候 人帶你去會堂 去控訴我們的時候 在這個時候 即是我們被迫迫的時候 聖靈會指教你當說的話 聖靈會教我們當說的話 尤其是在大災難時期 下面有些說到是大災難時期的 首先就是在受迫迫的情況 困難的情況 聖靈會對我們說話 不僅是受迫迫的 其實在困難的時候 在一些很困苦的情況 聖靈會帶領我們 我們就在那時候 尋求神 叩問神 神會帶領我們 在這些困難的時候 神會跟我們說話 聖靈會教我們 怎樣回答 那些迫迫我們的人 還有在大災難 那些基督徒 因為聖經說到大災難裡面 依然有基督徒得聖的 他們得聖的魔鬼 是靠羔羊的血 和所見證的道 所以基督徒在大災難 其實是仍然活在世上的 有些人就說 災前被提 其實是沒有聖經的支持的 我在網上有訊息說到 災後被提 你上網可以看到 是很清晰的聖經講到的經文 如果在大災難的時期 我們是要怎樣逃避危難 基督徒不會一聲全部都被殺的 一定是有很多可以繼續存活 可以為主作見證的 在那時候聖靈就教我們 如何逃避災難 這是聖靈的聲音的重要性 到那時候 其實基督徒也要學習 去聆聽神的聲音 留意聖靈帶領我們 如何逃避災難 如何找到食物 因為那時候 要食物一定要拜壽和壽壽印記 如果拜壽和壽印記 聖經說到 因為有三個天使在天上宣告 就是那些拜壽的人 他們是不能夠 他們睡在流氓的火湖 是很淒涼的 所以我們不能拜壽和壽印記 如果有一天 要我們 總之敵基督強迫人去拜 因為不是耶穌的 不是天父的 而是拜壽另外的神 那時候 我們一定不可以受壽印記 受了是不可以得救的 所以我們要在這時候 尋求神給我們食物 或者不用食物 好像摩西上山 不用食物 可以有供應的 以及怎樣作見證 因為在困難的時候 我們德性是靠羔羊的血 和所見證的道 所以聽到神的聲音 在那時候特別重要 第一 在我們日常生活 神會指引我們走神的路 然後 就算是傳呼聲的時候 神也會指引我們 譬如我那時候為人祈禱 我忽然間會有個意念出現 這個人可能會覺得有點悶 因為他可能未相信 或者初信 他已經沒有什麼耐性 聖靈提醒我 先不要站那麼長 有些人可以站得那麼長 我覺得可能是神提醒我的 這時候可能是停止的時候 不要站得那麼長時間 另外就是肥利 肥利這個經文我們不詳細讀 只是大家看到 有主的一個使者對肥利說 叫他去耶路撒冷下加薩的路上 他便去了 然後當時有一個埃提亞伯的太監 這是一個總管銀夫 是一個在政府裏面很重要的人物 他聽到關於神 他想耶路撒冷敬拜 然後 居然他又有一卷以賽亞書 因為當時是非常貴重的 普通人是不會有的 即是他是真的用很多錢買回來的 聖靈就對肥利說 你去貼近這輛車 他貼近這輛車的時候 就聽到祂念以賽亞書 然後就問祂是否明白 接著就解釋給祂聽 接著就帶祂信耶穌 接著就帶祂受洗 這裡就是聖靈的聲音有甚麼幫助呢 就是傳呼音 即是在傳呼音的時候 我們可以領受神的聲音 我也聽過有一個傳呼音方法就是這樣的 他們出外傳呼音 他們就問神 神啊我向誰傳呼音 接著用甚麼方法 聖靈是會指教的 這個傳呼音方法其實是可以操練 有些人真的操練 是有很多好的見證 我也聽過這些人說了一些好的見證 就是如何在傳呼音的時候 領受神的聲音 領受神的帶領去傳人呼音 另外一個就是阿拉尼亞 當時主在異像中跟祂說阿拉尼亞 祂說你去直階 那條街叫直階 在猶大的家裡有一個人叫做蘇羅 他在祈禱的 又看到一個人阿拉尼亞 即是他自己進去為祂按手 叫祂能夠看見 於是阿拉尼亞就順從這個神的指示 就去按手在蘇羅身上 然後就告訴祂 主耶穌打法我來 叫祢能看見又被聖靈充滿 就按手在頭上 叫祂被聖靈充滿 又能夠提醒 然後帶領祂的路 如何使用使用使用 這也是一個神帶領的侍奉 原來侍奉都是需要神帶領的 我們這個復興宣教事工 我們多謝神 神的帶領 首先讓我去到十五個國家去宣教 然後神逐步提醒我 更多向教目訓練 所以到後期 我越來越多要求他們 以教目為主 以及我們有網上的侍奉訓訓練科程 直播的 都是向教目為主 其實你們的很多奉獻 都是幫助他們買的器材 讓他們可以上網看到這些訓練 以及在那時候 知道教會需要幫助他們 這也是神指示我的路向 在這個疫情過去之後 神又再感動我 再開始回到這個宣教 其實我一久的將來 其實已經開始了 如果你有心的話 你可以跟我說 你有心 你說我很想參與這些宣教 是會提升你的生命 你會看到神的工作 我去了第一處地方 祂已經邀請我做很多事情 我自己要考慮 我是否做這麼多 這個就是神會指示 神也會指示大家 因為走在神的路上 對我們是最有益處的 我們得到神的喜悅 也對於神的角度是最有益處的 會興起更多人 祝福更多人 當我第一次去到的時候 剛剛這一次去到宣教的時候 已經很多人經歷聖靈 當我彈琴帶領他們敬拜 他們已經經歷聖靈 然後我們為他們按手祈禱 帶來醫治 帶來釋放 和訓練教導他們 他們都覺得非常好 他們覺得原來親近神 是這麼興省的 這麼開心的 我們做任何事情 神喜悅 我們都可以喜樂 他們並且有些人 是經歷喜樂 第一次祈禱就經歷喜樂 以及提升他們 如何給神使用 所以大家跟我去宣教的時候 你們會看到 如何更新那些人的靈命 如何幫助他們 給我們一個很好的操練機會 我們接下來講 如何聆聽到神的聲音 我剛才講到 每一個基督徒都會聽到 聲音是什麼呢 就是犯罪之後 聖靈提醒我們的聲音 看聖經 聖靈的聲音 講道的時候 聖靈的聲音 譬如現在我講這個訊息的時候 大家會不會有一些意念出現 我應該怎樣做呢 或者可能你會有一個聲音說 我都應該參與宣教 或者說我應該更多去留意神的聲音 去聆聽神 這些都可能是神給你的意念 這些你就要留意了 即是說在任何時間 你收到一些意念 好像是你沒有想到的 一些意念加在你身上 甚至有些是違反你本來的意思 這些都可以是神的意念 希望大家留意 我們學習如何聆聽神的聲音 首先我們知道 在我們裏面有兩個力量 我們有聚性情 《教徒太書》五章十七節說 因為情慾與聖靈相爭 聖靈與情慾相爭 這兩個是彼此相敵 使你不能做所願意做的 即是有兩個力量 一個是情慾 左邊的圖那裏 見到異性又動情慾 貪錢、驕傲、不冷不熱 以自己的事為念 貪愛世界這些都是情慾 另外我們心中有聖靈居住 但這兩個是相憎的 譬如有時你說 好呀好呀 我多些親近神 我多些遵從神 愛神、侍奉神 但有另一個聲音說 哎呀很辛苦的 很難的 你做不到的 哎呀 要付出那麼多時間 都是不行的 有另一個聲音就會跟你說話 你就留意這就是一個負面的聲音 所以你要聽到神的聲音 是一定要把這個負面的聲音刪掉 怎樣刪掉呢 當你發覺那個聲音不合乎聖經 即是告訴你 懶惰吧 不如多看一些電視 玩多些 不要奉獻那麼多 即是有些這樣的聲音 我們就留意這不是神的聲音 是罪聖情的聲音 甚至是魔鬼的聲音 我們就拒絕他了 為甚麼他是相憎的 即是他是打仗的 在這裏競賽 在你裏面得到你 那大家反思 你的生命是神得到的 還是你的罪聖情得到的 例如在我自己來說 我一親近神 我已經即時說 神現在很愛我 我很興盛 因為神一定會照顧我 為甚麼我總是會出這些意見 因為我根本已經 將我所有的負面意念 全部已經降伏了 即是我的心 就是全然歸向神的 所以我裏面不會說 祈禱為甚麼祈禱那麼久 哇 神是不是要求很多 即是這些意念 我已經全部刪除了 我已經知道這些是錯的 那當然我不是說 我是靈情慾 都會有彈出來的 但我一有的時候 我立即處理 我盡快處理 所以我很快 我看到經文 我很快就說 我如何遵從 我不是說 很難遵從 我立即說 我如何遵從 所以這個聆聽神的聲音 很重要 就是留意我們裡面 有沒有情慾的聲音 有沒有一些罪的意念 有些憎恨的意念 或者被人影響的意念 我們需要處理 如果仍然有這些意念 我們就需要在神面前悔改 並深信這些意念 是破壞生命的 破壞我們的生命 對我們是有害的 是叫我們失去神的祝福 既然我們深信神是全能 甚麼都在神的手中 走在神的路上是最好的 那不如我們就聽神話 把所有罪的意念 都全部奉耶穌命 撤除 不要再跟從這些意念 不要再走這些罪的意念 還有就是詩篇內二篇 第一節和第五節都說到 默默無聲尊等候神 第一句就是 它說我的心是默默無聲尊等候神 我的救恩是從神而來的 第五節就說我的心 即是它吩咐它的心 你當默然無聲 你應當去默然無聲尊等候神 所以這句話也跟大家說 你們都應該默默無聲尊等候神 等候神可以有兩個意思 一個意思就是 你在祈禱的時候安靜 去感謝神、歡喜神 亦都等候神給你的意念 另一個意思就是 在你日常的生活 等候神的帶領 等候神去感動你做些甚麼 等候神怎樣使用你的生命 即是兩種 一種就是安靜的等候 另一種就是 去等候神的帶領 因為我的盼望是從神而來的 默默無聲是甚麼意思呢 就是下面我寫了 沒有雜音 即是沒有其他的雜音 雜音包括甚麼呢 憤恨、憤怒、憎恨人 擔憂、煩惱 有些人說 那麼多問題當然會煩惱 這是人的反應 這是自然反應 但不代表應當 這是自然反應 因為它會令我們失去神的恩典 當一個人 譬如馬大 為是煩亂 他就會跟神的關係不太好 有些人當然會說 馬里亞當然好 坐在這裡聽耶穌說話 但你這樣想 馬大都可以一邊煮飯 一邊讚美神 他就不會為是煩亂 他可以開開心心服侍 但他當時是有點急躁 所以我們有時很多事情做得好 神有提醒我 有一次我在一個周末 有五篇道要說 包括有團契的 還有上台的講道 但是當時來說是有點急 但是神就提醒我一個意念 這些都是神給我的意念 就是 你只能夠做完一個 才做第二個信息 你不能夠同時做五個 所以我只能夠安靜做到一個 雖然我可能用的時間快些 沒有那麼短 沒有那麼長 我做完一個 專心做一個 就不要那麼急 越急就越做不到 做完一個 才做第二個 只能夠這樣的方式 於是我就這樣做了 這也是一個神提醒我 譬如《輕鬆得性》的書 裡面有很多的教導 都是神提醒我的 譬如關於處理罪 我以前都不知道這個秘訣 就是知道罪的破壞性 每一樣罪都有破壞性 然後有罪的意念 在心中即時停止它 心中有憤怒 有不饒說 即時停止它 即時處理 就不是等到它發大 不是等到它擴展大 而即時處理 這也是聖靈提醒我的聲音 給我的聲音教導 在《輕鬆得性》 在《輕鬆得性》中有很多不同的教導 都是聖靈提醒我的 所以我們的雜音 煩惱、貪心、情慾、亡亂 或者任何的罪 我們都需要去處理 罪包括不冷不熱 對神不冷不熱 無心 無心愛神 我們都需要在神面前悔改 求主赦免我們 有一個悔改的心 讓我們的心平穩安靜 我的心 從早到晚都是一個愛神的心 喜歡神的心 我經常都是 多謝耶穌 在我心中 我已經很喜歡神 有些人說 我不能夠讚美神 我說為什麼 他說因為我 有很多問題 我家庭有問題 我個人問題 我侍奉有問題 我侍奉有問題 我怎樣讚美神 其實也因為他沒有讚美神 所以他的生命有很多問題 變成他人心中有很多猛疹 很多急躁 很多不開心 當他在這個情況的時候 他侍奉自然是無力的 如果只是靠一個講字 但是生命是急躁的 其實是不平穩安靜的 他怎樣能夠改變人的生命 所以他侍奉都是辛苦的 所以他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他根本就有很多雜音在裡面 他不是被神改變 但是為什麼我經常都感謝神呢 我第一 我能夠活著是恩典 神創造賣物是恩典 食物這麼好吃是恩典 呼吸這麼好是恩典 有耶穌為我死是恩典 聖靈在我心中感動是恩典 聖靈帶領我 我不聽話的仇神 都會帶領我感動我回到神那裡 這是恩典 所以我經常都會記住這些恩典 在我心中藏了這些恩典 所以我想到神是喜歡的 我很喜歡神 我極度喜歡神 雖然有些人看到耶穌 我看不到耶穌 就算我為人們祈禱 我曾經在安卡羅的聚會 第一年我就接受祝福 第二年我就參與服侍 在聚會 其中一個人我為祈禱 他即時看到耶穌 在天上有天使 他很開心 我又沒有見到耶穌 我不知道祈禱多少次 我神很想見到耶穌 但我始終見不到 不過我不會因此而急躁亡亂 也不會因此而埋怨神 因為我覺得不要緊 神已經比我好多 神比我何時見到 我何時見到 我很歡喜 我很渴望見到 我很想見到 不過我見不到 不代表神不好 我心中總是覺得神是好的 深信神是好的 所以我總是說 神你叫我做甚麼 我就一定聽神話 那時候 我們心中就沒有甚麼雜念 其實我是收到神的聲音 不過神的聲音多數是教導 處理生命和方向 神是感動我 譬如我最近開設一個 教目的 WhatsApp群組 這也是一個幫助教目的方式 這些都是神用不同的方法提醒我 我可以去幫助其他教目 這些都是神給我的聲音 另外 即是說第一就是安靜 放下這些意念 可以安靜默想 亦都可以有時在一些安靜 譬如你坐巴士都可以一直想著耶穌 想著一些經文 想著耶穌在某個情況 向某一個人出現 例如像尼哥底母 或者向薩瑪利亞婦人 呼召馬太 彼得 怎樣跟彼得說話 我們都可以用這些經文 幫我們自己去反思 想著如果我在這個情況 我在這裡 我會有甚麼參與 耶穌會有沒有甚麼說話 我們都可以這樣思想 默想 聖經 因為聖經是不會突然返回的 在《二倉書》五十五章九節 那裡說到 天如何高於地 我的道路高於你的道路 我的意念高於你的意念 就是神的道路是很高的 語說 從天而降 都會成就神所做的事 何況神口裡所出的話 不會突然返回 所以我們有聖經的話語 我希望大家念金句 其實我要錄一些聖經的金句 我在家裡很多時候都會播放的 你可以給我手指 或者我平時拿回來放在電腦上 我現在都一直在擴展錄多些 你可以錄了 其實可以有兩個方法 一個是放在你的手機 你不想你的手機用那麼多電 其實在鴨寮街 很多小小的播放機 有些這麼小的都有 就是這麼小的 放在一張小的SD卡 就可以播放 你就可以播放一些經文 煮飯、擦牙、洗澡 都可以播放 你可以經常聽聖經 因為神的話語在你心中就會動功 不會突然返回 就會成就神所想成就的事 在這樣的情況下 亦都引導我們去默想經文 可以得到神的幫助 所以我自己今天講到 第一 總括回 我們第一個聲音就是知序的聲音 神會提醒我們知序 另外看聖經 思想聖經 或者聽道的時候 神會跟我們說話 或者有時候 我們有些方向的時候 神都會提醒我們 譬如有些人 他們很想跟某人結婚 但是總是有些意念 覺得不太妥 不過他的肉體 經常跟他說 如果不跟這個人結婚 可能沒有了 他自己沒有了 自己的情慾很慢 我要跟他繼續好 但其實聖經有聲音就說 這個人不是我為你挑選的 這個不是我預備的 你發覺你裡面有一種鬥爭的時候 即是在生活裡面有很多決定 你發覺這個鬥爭的時候 這個很可能就是你的情慾 和聖靈相爭 那時候我們就留意 到底我們聽神的聲音 還是聽聖靈的聲音 我們都可以用經文去默想 或者去默想一些不同的方法 去默想 讓我們能夠留意到聖靈的聲音 好 那我們今天呢 我們就請了Michelle 因為Michelle 她是學了聆聽神的聲音 等候神、討告 是有十多年的時間 她也有很多經歷 後來她有很特別的經歷 是什麼呢 就是她是為人祈禱 很多時候都收到神的聲音 所以在這個時候 她會有些分享 和會帶大家去安靜等候神 我們將時間交給她 我們多謝神 她有心給神使用 她參與我們的課程 她都是很想學 怎樣給神使用 她真的學得很快 多謝主 好 這個時間交給她 Hello 大家好 有些緊張 首先多謝牧師邀請我分享 我自己學了祈禱十二年 為何我會繼續學祈禱呢 其實那個祈禱是 以前我覺得祈禱是 對著四逢牆說話 好像一個獨白 但是我聽到有人分享 不是的 是跟神建立關係 是溝通到的 然後她就說 不如一起去學吧 她又帶了我去學 如是者 我就一直這樣學 其實不需要學那麼久 她一個月一個月這樣報 我就覺得她可能 可以幫助我 跟神建立關係 我跟神溝通到 所以我就保持她 就像你回團契一樣 你覺得很好 回團契 你會保持她 那個祈禱班 我也是這樣 慢慢地 我就跟神建立了關係 和溝通到 祈禱會 聽到神的回應 我現在是分享我自己的經驗 每人的經驗都不同 我自己分享我自己的經驗 我未信主的時候 其實有沒有機會 聽到神的回應 神跟我說話 你們認為有沒有機會 有 有 大家都有經歷 我嘗試分享我那個 我未信主的時候 其實我心裡有個空虛 我初時以為 那時已經是若干年前 十幾年前 我當時以為 這個空虛 是賺多些錢 就能填補到的 那我真的 那份工 和環境下 又找到多了 但是呢 我發現 是不會填到空虛的 然後我就更加空虛了 因為原本我以為 這樣就是解決了空虛 誰知道我做了之後 解決不了 那怎麼辦呢 我可以做些甚麼 再填滿空虛呢 然後我就覺得 我就自己想 自己想 認識多些朋友 那我又去認識很多朋友 然後 誰知道我又填不到空虛了 然後我更加空虛 因為我已經 試過很多辦法都不行 那 但是神的恩典 他有個意念給我 就是叫我回教會 在心裡 那這個心的意念呢 是持續了一年 那你可以想而知呢 我聽到神的聲音之後 是不要馬上行動 是等他一年才行動 我希望大家不要像我這樣 那這個 那這個 我是從來沒有去過教會的 就算以前讀過 基督教學校 那我就以為是回彌撒 那麼悶 那 所以我們一直就沒有回 那 最終那個催促是 很頻密 又可能 一個月一次 變成了日日都有 那我就頂不住這個催促 那我就自己去回 那 如是者 去到現在 作為了一個信徒 那現在想起來 就是 真是 好像約翰福音所說 我的羊聽到我的聲音 原來我未信主 我還作罪人的時候 上帝都親自來找我 那 這個就是未信主的時候 然後 主都可以親自跟我們說話 那 很多人都會說話 你們的經驗都類似 有空又分享一下 好了 到 怎樣去到 聆聽到神的聲音呢 首先 要心靜 安靜 也要的 譬如一個很安靜的環境 不代表你的心靜到 你認不認同 哈哈 我又說一下我初信的時候 就是我未洗禮 我等著洗禮 我初信的時候 我團契就說 一起去退休了 退休的時候 會走一個名陣 那名陣就是在地上 有個迷宮 不過它不是阻礙你視線 立體的迷宮 是在地上有個迷宮 這個叫明陣 是幫助你進入明陣 慢慢慢慢走 幫助你靜下來的心 當然走的時候 要向著主 要學武主地走 在走之前 我只是新朋友 只有我一個新朋友 其他人就分享他 我去年 我又走明陣的時候 領受到甚麼 這次又去也很棒 然後我作為一個新人 我就想 會不會只有我一個聽不到的 會不會 每個人都有領受 只有我一個沒有的呢 不要想了 那就進去吧 走這個名陣 其實大概45分鐘 你可以很快去走完 但沒有幫助我 你的心靜不到 你又帶著 例如一些問題 就是 主呀 為甚麼你會帶我來這裡呢 主呀 又或者 我有一個問題想問主 主呀 我有些 想求你幫助 就帶著這些 向著主的問題 就進去 初時走的時候 我又在想 自己的思緒又未平復 又在想 可能會聽不到 為甚麼這麼久都未聽到 又在想 之後我就發現 又分了心 不要 回來回來 專注 如是者 過了大半個小時 我又在那裡 拉拉扯扯 我自己 你覺得我能否聽到 神的回應 我是聽不到 然後我就覺得 還有十分鐘的時間 我不可以再這樣了 於是我決定 我就決定 專注於主 不要拉拉扯扯 專注 然後呢 到最後 我真的聽到一句 是神跟我說的 祂說 祂說 祂要幫人結多些果子 當時呢 我只是領受到一句 那是意念 祂要幫人結多些果子 那麼 當時我就領受到一句 其實 那麼久 神跟我說的 形式都是 簡而精的 我們說話 就 但是呢 神的回應是 簡而精 而且很有份量 然後 我當時初信 我就不明白這句 說甚麼 那一定不是出自我 為甚麼我不明白呢 現在當然明白 我當時初信 我就說 當然是神幫我結果子 幫人結果子 幫人結果子 那也是神幫人結果子 我又不是神 為甚麼是我幫人結果子呢 即是我想不通這個邏輯 這樣 然後 就是這樣 這句話 不是出自我 但是 是真是神跟我說的 這是合乎聖經 而 現在都在做這件事 我想大家都有做到類似的事 好了 這就是 心靜 才可以聽到的 如果你 fade out的意念 不要緊 你慢慢集中回去煮 就可以了 另外 有些事情都會阻止我去心靜 例如 我太生氣一個人的時候 你們有沒有試過太生氣一個人 你為他祈不祈禱會嗎 祈不了的 那太生氣的時候 或者太低落 或者面對著太不公義的狀況 覺得很委屈 很受冤屈的時候 我祈禱是聽不到的 聽不到神的回應 我試過 有一個月都是這種狀況 其實這個月只不過是去年的事 不要说学了祈祷之后不会发生这些事 学了祈祷之后都会 因为我的状态是这样 但是我就不断天天求求神 帮我脱离这个库房 那件事大概是 我就很猛烦一个人 但是我又不能见到他 我又久不久又见到他 我不可以避开他 但是我见到他的时候 或者知道就来见到他的时候 我就会很抗拒 我很想避开这些聚会 这样 接着我就求神祈祷 但是祈祷是有偏颇的 有我自己的偏执在里面 就是 神我已经做了我做的事了 求你搞定祂 是这样祈祷的 那么 我就一个月就是这样祈祷 就是神 我就听不到神的回应 我觉得与神隔绝了 然后当时我是不知道为什么 听不到神的回应 我是不知道为什么的 而且那个月我是没有喜乐 没有平安 失灭 OK 但我不在意是因为生气这个人的 但当我最后一次呼求神 我说神我不要再在这个爱与痛的边缘了 OK 为什么我说爱与痛的边缘呢 因为我知道自己是这样 我就求神帮助我脱离苦放 然后一不其他的时候 我就变得很魔鬼了 嗯 又生气他了 就是又天使又魔鬼 又天使又魔鬼 那么 然后到最后我就决定 我说不要这样拉扯了 神啊你救我 脱离这个泥沼 你救我吧 然后终于呢 那一刻 是那一刻 我心静了 然后我为了这个人去祈祷 总之我为了这个人祈祷 然后第二天 在这个案子 神是没有立时在祈祷中回应我 但是神是经过其他东西去回应我的 第二天 我遇到两个老人甲 他们是亲戚关系 在他们两个对话当中 而那两个老人甲竟然自己跟我说话 只不过是三十秒时间说话 是坐升降机的时间 那坐升降机里面有很多人 但是他们两个选择跟我说话 那我见到呢 那个长辈很幸福 我当时呢 觉得自己做错了 我觉得自己原来有错的部分 之前我不觉得自己有错 我觉得是对方错 但是在当我旗圆土 第二遇到这对老人甲鱼 所以圣灵感动我 我也有做错的部分 然后我再进入祈祷里面 圣灵给了意证我 我终于沟通了 圣灵给了意证我 我就是 那个人是一个病人 他都受一个人迫白 而我是第二个人迫白 也有份迫白 但是 我自己不自觉自己有迫白 但是圣灵就是这样看死我 原来 自己以为受对方迫白 原来自己也有份参与其中迫白对方 但是很感恩是神告诉我 经过一些人 经过异象 自此我对这个人的态度已经不同了 虽然他没有转变 他说话没有改变 行为也没有改变 但是每次他这样的时候 原本的我会发生的 会吻疹 但是 图像即马上出现 他是一个病人 是的 多谢神这样回应了我 好了 那如何分辨到 那样东西是神 神的声音 不是自己的声音 又不是魔鬼的声音 其实神和魔鬼的声音 很容易分辨到 那本圣经就是量度 那本尺 所以我们又要勤读圣经 不要有空有感动声读一下 其实每一天 持续读 读一些读一些都可以 ok 那 最难分 或者最常问的 就是如何分辨神和自己的声音 那 我可以说一个 最明显 最简单 明显的 这个是我的经验 有时 是比我想的 这个意念出得快 当然 这是合乎圣经 但他比我想的 就不是我想的 ok 那 我又可以分享一个 在大自然的默想里面 其中一个灵修方法是大自然的默想 因为大自然是神造的 神都会经过大自然去跟我说话 圣经也有这样说的 你说穷仓 你看看宇宙 你就知道上帝美好的 神都会借着大自然跟我们说话 上次我找了一个熟灵导师 就带着带我们去做大自然默想 那 我就经过了一个地方 它整条路都是草 只有一袋菊花 小黄菊 那 我就立刻想了 我不要做小黄菊 是八盒花 漂亮一点 大多一点 接着我就不想着留意它 因为大自然的想法就是 什么吸引到你的注目 你就先画下它 或者写下它 那我就想着 我不画下这个东西 那我正想走一步向前走 同时有个意念跟我说 为什么你又留意到它呢 接着我就没有走那一步 你想想我连那一步也没有走 那意念很快 我停了 我就说 因为整条街都没有 整条街都是草 只有它一朵黄色 接着那个意念就说 就是这样就特别 就这样 如是之后我又走去另一道 走去另一道 那我就看到 公粉羊提甲 公粉羊提甲 就类似羊子经 但它有时是桥木 是这么高 有时是一棵树这么高 接着呢 我就没有留意 那个公粉羊提甲 因为我觉得它生在一个泥地上 没有什么特别 但是呢 我又留意了它五次了 是最多的一次 这个心 我心不是选择它 跟小黄狗一样 我不是选择它 但是我就是留意到它 那我就觉得 没有办法了 要画下它了 然后我就问神 为什么你要我留意这个 灌木这么高的公粉羊提甲 那应该是 它也不触目 应该是一棵树这么大 很多公粉羊提甲的树 才触目的 然后呢 很快就有意念 就是看到 这个的后面 就是一棵树 就是公粉羊提甲 但是它在斜坡上面 一棵树 那我说 这真的很不触目 为什么呢 因为那棵树上面 公粉羊提甲 在斜坡上面 还要是 其实我看不清楚它的花 反而在灌木这么高 公粉羊提甲 我观看到它 接着出现了两个字 贴地 贴地 为什么我要说这件事呢 其实我知道 这两封树画 小黄菊 和公粉羊提甲 其实正在回应我的呼召 神给我的呼召 是在台上讲话 但是我自己觉得我未够班 我觉得在台上讲话 就是要读个神学 要像资深的牧者 很多人认识才会有人听 你没有人认识 你没有人认识 我自己很想做他们 但我自己也未去到 所以我的棵树 矛盾了 但是神告诉我 有不同的风格 有不同的形式 我原本不需要小黄菊 我要八盒花 我不要灌木的公粉羊提甲 我要大船才用竹木 但是神告诉我 都是相反的东西 是小黄菊 很贴地的东西 小黄菊 和贴地的公粉羊提甲 我便知道了 我便问神 神我现在也有和别人聊天 安慰人 我也是贴地 我还有什么不贴地 很特别 神就 其实这件事我没有和别人说过 神就经另一位牧者 跟我说了一件贴地的东西 他用了贴地这个字 但我没有和别人说过 但我便知道 我便知道 原来这样做就是贴地 但他也不知道 我有这个经历 所以神真的很特别 他又会 经过大前跟我说话 亦都会安排 另一个牧者 跟我说 关于贴地的东西 就是贴地 就是可以去一个信仰群体 就是一个信仰群体 去到操练 就是这样 这是其中之一 是 好了 另外 如何分辨神和自己的声音 可以找属灵导师谈 我之前 有一个位置 我也是属灵导师 帮我解释了 我之前说过 我有个异象 就是神叫我在台上说话 这个异象出现了四年 但是我觉得这个异象离我很远 那怎么办 那怎么办 如是者半年 为这个异象 一瞎眼 是一瞎眼 就立即听到一步有一步 你记得有首歌 是普通话歌 《恩典之路》 一步又一步 这是恩典之路 有印象啊 我平时听广东话歌 它是半年出现 我一祈祷就出现 其实我天天祈祷 即是天天出现 然后我不明白 为什么会出现这五个字 如果是整句 我自己觉得 重点是者是恩典之路 而不是一步又一步 为什么这半年 就出现了一步又一步 那我就觉得 唉 我就真的要问熟灵导师了 那我熟灵导师 因为跟我很熟 我们认识了十几年 他说 咦 都好回应你 我说 为什么 你知道为什么 你们猜不猜到为什么 猜不到 我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 但他知道 因为他熟悉我 他看到我看不到的东西 他说 因为你这个人是很有计划的 很有计划的做事 你要有整个图画 整个图画 你才会去走 你很想知道 整个图画是如何 你才会去走 那样东西 但神做事不是这样的 就像刚才的经文 肥力去接近太监 神一开始没有叫他 去接近太监 说什么 他一样一样地告诉他 你去那条路 又没有告诉他做什么 然后去到那条路 才告诉他 你靠近那辆车 其实是一步一步 那淑灵导师就告诉我 不是好容易回应你 不是好回应你 跟你想的人不一样 但这个就是神做事 发生就是一步一步 所以 是可以跟淑灵导师说 其实也可以跟淑灵的弟兄姊妹说 因为他们熟你 都可以的 好了 另外最好就是 默想经文 默想经文也帮助我们 去跟耶稣聊天 不是就这样读经文 就这样读经文 只是一个资讯 就是可能知识上 但如果我默想一段经文 进入了经文 我好像身处在电影里面 好像看一部电影 心进去的时候 你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我可以分享一下 我默想主死后复活了 在一个海边向门徒显现 耶稣就问彼得 你爱我妈 是不是问了三次 那我就默想了 你爱我妈 我就 耶稣又问我 你爱我妈 我说我爱 第一次我说我爱 答得很快 然后呢 你喂养我的羊 然后到第二次呢 你又爱我妈 爱 但是我自己第二次回答的时候 我又觉得我不够爱你 你爱我多一点 然后 当她说你喂养我的羊的时候 我原本第一个 你喂养我的羊 我说好 然后第二次的时候 其实都很难 有些人我就喜欢一点 有些人我就一样的喜欢 我一样的想接触他们 然后到第三次的时候 我发现我自己 说爱主 其实是要爱他给我的羊 才够爱主 就会发现这样 原来密上一段经文 是令到我们知道 我们的心灵 深处 的一些想法 一些感觉 然后 如果这件事跟主不同步 就要求主帮助我们 你再解释一下 那句 那个 不爱主的羊 那句是最好的解释 是的 要爱主的羊就是 不是我选择 我喜欢不喜欢的羊 而是主给我的羊 可能有些是 我不是那么喜欢的 就是不是自己选择 那些羊 是主给你的 不是每个都 只有你喜欢的 有些是不可爱的 是的 都要爱他们 好了 接着我最后一个分享 就是 就是 有时 祈祷 我们就 神就未必 即时在祷告回应我们 所以不要紧要 但是我们 继续祈祷 就可以了 他都会藉着其他人和事去回应 我们多点留意一下 每一天 神都会给我们惊喜 都会跟我们说话 每一天都有神的祝职 我们确信这件事就可以 就会听到 就不会飘过了 不会的 我们要留意一下 我试过一个 在骑奥班试过一个 来到十价前的祷告 就要走去十价前 我就发现 走走走走 我不想走 我觉得很辛苦 很痛苦 还有 看着钉在十价前 上面的耶稣 我无法站在祷告 因为祂太痛苦了 那我应该和祂一起痛苦 我自己就 和祂一起痛苦 和自己觉得自己不配 站在十价下面 我就带不到祈祷在祂上 他那么痛苦 我还要求祂帮我 我就有感 然后呢 我就和 教我祈祷的牧师 谈 牧师就说 嗯 看来 十字架对你来说是痛苦 其实十字架有很多面 然后我说 他说 你会不会 你的人生会有点痛苦 我说 我又不觉得我很痛苦 他说 你求恩典 求神给你看到十价的 另外一些面貌 然后呢 我就求恩典 求恩典了 如是者 一天过了 那一天 另外一天 我都是去不到十价前祷告的 但是 到了另一天 已经很快了 那两天 神就经三个人跟我说话 其实我不是特意找他们的 我自己是家里的 那天 有两个人打电话给我 有一个就是 我是上天台 打算大自然物观的 那我遇到我邻居 那我跟他说了一粒钟 那 在这里呢 其实我们不是寒圈的 有些是 讲一下他的心事 想你给他一些提示 有些就是 讲一下心事 你自己听就可以了 那另外一个 他不信的 他就是和你交流他的哲学 那样 但是不要紧要的 那就是一些交谈 我就在想 神会值他们跟我说什么 那谈谈完之后 我就问神 神啊 十字架对于A来说是什么呢 对于B和C来说是什么呢 然后我就很快就知道 十字架对于A来说是E字 十字架对于B来说是盼望 十字架对于C来说是生命的根源 然后我就问神 十字架对于我来说是什么 那我就再进入祈祷了 我就看到一个图像 就是十字架在山上 有一块布前 然后十字架飞着飞着 然后在山下面和山腰那里 开始有人看到十字架 然后就很想走到去 然后我就领受到 原来十字架是生命 是光 是盼望 十字架不是痛苦 如果十字架有这几种东西 那个痛苦变得很少 而不是我想象中 都大到我什么都看不到 就是痛苦是一部分 但还有其他一部分 原来神也有给异仗我 也有回应我 但是同时间 之前是经过其他人跟我聊天 就是这样的 是的 这里就是分享了我的经验 另外一会儿我们会做一些 默想操练 里面我们的心态就是 确讯主会跟我们谈 说话的 确讯 圣经也是这样说的 我的羊听到我的声音 尋求的时候必尋见 第二件事是 第二件事是 专注于求神跟我们一起 专注于神的同在 而不是 渴求有什么灵受 渴求有什么异象 这个就是错重点 对了 只专注于神同在就可以了 另外 譬如我们为人祈祷的时候 怎么祈祷呢 那 我为人祈祷的时候 就是想像我们 带了这个弟兄或者姐妹 去到神的面前 而不是渴求 喂 神啊 有什么领受 我要领受到你 要跟我说什么 然后我就跟他说 这个先知性祈祷 不是的 只是想像 神很爱这个弟兄节目 很爱他 神你想我怎么为他祈祷呢 是这样的心态 爱 我分享就来到这里了 多谢大家 我认为你 我认为你 一分钟 我认为你 最好 有点 我认为你 我认为你 是一分钟 你 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